來關心香港疫情 昨天新增了六千兩百一十一例確診 還有三十二人死亡 專家預估 三月將會迎來每日確診人數 達到十八點三萬例的高峰 而為了防堵疫情 昨天特首林鄭月娥宣布 全港三月將會展開三次的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民眾如果不參與的話 會有處罰機制 無論長輩或是確診的病患 都只能待在檢疫帳篷裡 伴隨寒風細雨 苦苦等待 三港第五波疫情急劇升溫 二十二號新增六千兩百一十一例確診 三十二人死亡 特首林鄭月娥宣布 全港將設立數百個檢測中心 並在三月展開三次的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由於具有法律效力 民眾不參與會有處罰機制 專家預估三月初迎來疫情高峰 三港大學醫學院團隊透過流行病學模型推算 將會達到單日十八點三萬例確診高峰 三月中每日死亡個案上看百元 因此林鄭也宣布 社交距離政策直接延續到四月中下旬 而全港幼兒園及中小學原本七八月的暑假 直接提前到三四月放假 林鄭表示 三港疫苗通行鎮將在二十四號上路 沒有接種疫苗的民眾 包括商場 餐廳 百貨公司都無法前往 希望三月初第一劑覆蓋率可以達到九成 三月中第二劑覆蓋率來到八成 面對現在醫療體系接近崩潰 雖然港府陸續宣布新措施 但許多民眾還是認為全民強制檢測 並非萬靈單 記者朱鋒祖 綜合報導